继续讲这个替别人做嫁衣 替别人交钱 就是拍到的这个tax令 现在其实还不属于我 我只是拍到一个tax令 但是呢 2021年他要我交税 我就是拍了个tax令 他就要交我交税 有的赎回期呢 是两年三年 你就要给他交两年的税 三年的税 如果他设置一个房子 那么原来的主人住在里面 他还是住在里面 但是你要替他交税 你要替他交这个税 交那个税 但享受的是他 他住在里面 你要过了这个赎回期 你才能发起 拿产权 或者叫他还钱 我以前交的一年两年三年的税 你都得还给我 那么这个感觉就是说 他住在房子里面 你替他交税 要替别人做嫁衣 好像很吃亏的一件事情 那其实呢 也不是啊 因为后续税 我们讲的就是说 你拍到tax令的时候 你付一笔钱 这个是tax令的钱 后面的后续的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你付的钱 叫后续的税 subsequent tax 这个税呢 他有一个优点 就是说你不需要跟其他人去竞争了 我们知道拍tax令的时候 要去跟其他的买家 拍卖者去竞争 你出 比如说是拍利率的话 你出18% 他出17% 你出16% 他出15% 就会由于有竞争 有的呢 还是要加价 但是如果是后续的税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的税 subsequent tax呢 你就没有人跟你竞争了 就是按照最高的利率 18%就是18% 最高的利率 或者原价就卖 就卖给你 然后这个利息什么的 都是按照最大的 最最就标准的来算 这就是他的好处 就是这个 就是说 比如说你拍了一个tax令 一年的欠税 你后面 一二三 还有三年 你拍一个tax令 等于不是帮他付一年的欠税 你要帮他付两年 三年 四年 后面的欠税 因为他 因为这个业主 基本上他后面还是会继续欠 他欠 就是说 他赖皮过一次 他后面还会赖 他就不管了 他不付了 但是 所以就这个情况 为什么今天 前面一集是讲这个 这集还是讲这个 后续付税呢 因为现在是12月份 2021年的12月份 12月份的时候 有很多 州或者county 他就是 12月底 把这个税单寄给你 你必须在12月31日之前 把这个税付清 如果你这个税 没有付 那么他这个税 每个月还要 加1%的利息 那如果你将来 要做forclosure 或者什么的 你还是得付这个钱 而且还要加利息 所以呢 一般来讲呢 你有这个钱 你付得出 那就去付 把它付了 而且如果这个地产 或者说房子地产 值这个钱的话 你就去付了 不值 那你就别付 付的话 最后都亏本了 肯定就不好 好 那么上一节 我们讲了 已经讲过这个事情 那么自己再讲 再讲的话 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我分别在12月的上旬 12月大概7号8号 收到一个税单 然后呢 这两天 又收到一个税单 而且这两张税单 是同一个地 同一个标的 你看这个标的的编号 是4349 你看4349 两个都是1339 但是两个税的金额 一个呢 叫我付295块7 还有一个税单呢 叫我付80块9毛2 同一块地 出两张税单 而且税单价格不一样 怎么回事呢 我一开始也没搞懂啊 后来我就仔细看看 看看看看 所以讲 做tax令 尤其是远程做tax令 你能又不在那边 那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仔细仔细再仔细 你所有收到的任何东西 上面的每一个单词 每一个字 都要直直细细的看 后来看了之后 我搞明白 为什么 这个税单 是Jefferson Polish 出的税单 这个税单 是Tom出的税单 都是针对同一块地 同一块地 出了两个税单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两级政府 两级政府 我们再看看地图 好 我们看这个地图 这个就是路易斯安娜的一个地区 我们看这是美国 红色的是路易斯安娜 然后这路易斯安娜里面呢 有个黄颜色的一小条呢 这个黄颜色的一小条 也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呢 这个叫Jefferson Jefferson Polish 也就相当于是县吧 县一级 Jefferson 这个叫County 或者叫Polish一级 然后这里面 还有一个红色的这小条呢 这是Town 就是城镇 或者说市 City 或者说Town这一级 那么 刚刚出了两张税单 一个税单呢 是这个Polish 就是县一级 出了一张税单 然后这个City 或者说Town这一级 它又出了一张税单 两级政府 同一块地 要收两次的房地产税 也就要给这个市里面 要交房地产税 还要给这个县里面 也要交房地产税 它是两级政府 所以呢 出了两张这个税 今天就简单讲这个事情 拜拜